恩权清晨甘露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 语言的表达是人与人沟通的一种方式 五种爱的语言作者Gary Chapman 将人表达爱时所使用的语言归类为五种 第一种是肯定的言语 第二种是有质量的时刻 有一位老师问儿子 如果有机会去选择跟某人共餐 那么你最想要与谁共进晚餐呢 他回答 我最想要跟我的家人 老师感到很惊讶 因为对于青春叛逆的青少年而言 他居然选择的是家人 当然他的回应成了我陪伴的肯定与认同 更让我明白有质量的陪伴是多么的重要 质量的时刻是指共处的时间 它不是指着单单凝视对方 而是同心一起做喜欢的事 并给予对方全部的注意力 至于共处的内容 以及参与的活动是什么 反而是启次的 重要的是在感情上 以及心灵上的交集 有时是一种形而上的交汇 能让彼此感受到被爱以及陪伴 AI世代的人已是山西不离手 不离眼 甚至不离心 可悲的是 AI世代并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多少时候夫妻共餐时 手机成了第三者 共处时 网络成了掠夺者 不断地侵占你爱人的心 因此这又爱又恨的山西 不知不觉成了感情交流的罪魁祸首 它离间了夫妻之间的信任 也制造出层出不穷的亲子问题 亲爱的朋友 我们无法拒绝 AI世代前进的转轮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善用它 并有智慧地转化山西 成为夫妻之间的桥梁 如在忙碌的时刻 停下手边的誓 传个爱的简讯 鼓励的图贴 或激励的经文 别忘了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愿上帝赐福您 有个美好的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